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说一个事儿 可能北京的网友会很高兴 北京会笑 但是上海网友会哭 怎么回事呢 经过了上海的牺牲和折腾之后 北京目前开始提倡居家隔离了 也就是说 之前在上海闹得民不聊生的 很多的被强制 但是挨饿可能上海 可能北京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但是至少从上海那种拉90老太太去方舱 这种行为 在北京说不能说杜绝 但是会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我想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好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5月4号下午 北京市的政府新闻办公室 组织召开了叫 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第324场新闻发布会 那么在会议上 什么宣传部副部长 然后市一级的 包括市政府的一些新闻办公人员 包括卫健委 经济和信息化一些局 各种交通 什么的一些官 什么的都对于疫情进行了一些表述 而且发布了相关的有关防控信息 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那么这挺长的 我不给大家念了 咱们挑里面的干货 关于这个居家防控 它是怎么一个规定和倡导的 那么根据他发布的信息来看的话 关于密接 次密接和这个高风险人群 密接人员调整为实施 叫十加七的隔离 什么意思 十天集中隔离 七天居家隔离 然后次密接人员实行 七天居家隔离 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 再实行七天的集中隔离 然后对于高风险人群 将会实施十天居家隔离 加七天健康检测 那么期间将按照规范 进行核酸检测和抗原的自测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 咱们首先说 北京市政府做的对不对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这个正确在上海的悲惨的衬托下 这个正确就显得也不那么正确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 这个东西 我怎么给你形容呢 它就像一个 你本来你每天可以抽根烟 但是到了监狱之后 把你烟收走之后 你必须干的活特别好 作为奖励再发给你 你才能抽这根烟是一样的 北京的这个防疫 其实压根一开始 或者整个中国的防疫 一开始就应该这么高 上海 我们说上海的朋友 可能真的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悲催 我很同情上海的朋友 上海实际上 说中国老说自己 我摸着石头过河 对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的潜台词 就是我们会要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可能会摔跤 我们可能会身上的大尸 有一些损失 对 上海就是那个损失 在上海这次的防疫过程当中 损失最大的不是密接 因为密接人数才有几个 一个人他能密接几个 对不对 真正广泛的具有最大人群的是 大量的次密接 还有一些扯淡的什么时空伴随者 这样的狗屁玩意 只有中国才会有的这些玩意 这些人受到的这种人身的拘禁 人身的损失 才是这次上海人祸 我说的人祸 上海人祸的最大的受害者 而北京则不同 吸收了这个上海的代价之后 那么北京的防控 尤其对于一些高风险人群 和一些广大的次密街 这些人采用居家隔离 那么首先就避免了 现在上海天天网外传一些视频 一些图片 那种强制的踹门 把你带走 把这些本来没事的人 去关到这个方舱去 收钱 收隔离费 等等一顿折腾 包括之前那上海的 什么90多岁老太太 被拉走隔离 都是一样的道理 上海折腾成这样 北京它总算是学乖了 从这一点来说 值得给北京点赞 但问题是 值得讽刺的是 中国牺牲了一个上海 才有北京这个觉悟吗 那中国还有多少个上海 可以牺牲 中国已经牺牲了一个香港 香港现在已经被干费了 曾经的如此的耀眼的 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现在成为整个国际上的 一个污点 一个笑话 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香港已经不在民主 香港最近在一个什么什么调查上 也是名次直接滑落孙山 曾经的璀璨 都已经不在了 好 香港没了 现在上海 上海也折腾成了整个世界的笑话 最近有一个南非的老外 有一个韩国的老外 包括可能还有更多的 咱们还不知道的 在自己的小区 自己的家里面活活被饿死了 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你上海 大上海被活活的饿跑了 等等等等 包括整个现在这个上海上面 这个出现的种种事情 都被这个国际上 网上被翻译成无数种各国语言 在国际上疯传 曾经中国花了大价钱的什么 08年奥运会 包括最近的冬奥会 等等这些 给自己想提气的这些玩意儿 全都变成了笑话 整个世界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了 中国只会集中力量办大事 只会面子攻城 底下是不堪入目的现实 中国面子可以说 在全世界已经荡然无存 只有中国少部分人自己 还觉得自己特别的敞亮 穿着华美的衣服 而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既是上海又有新消息出来 说上海这件事情 从彻头彻尾就是一场人祸 不是咱们 不止咱们之前说的那些人祸 那些问题都在 根据一些相关消息来看的话 上海未来可能会全面胜利 据说是5月10号左右 上海就会全面胜利 这个上海人民有盼头了 而之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 是因为把这个 你是不是阳性还是阴性的 那一个CT值给下调了 换句话说 就是之前中国用的CT值是35 等会我会给大家解释 国际上通用的CT值是30 而科学界一般认为 CT值到到28之后 就不太能够培养出病毒 也就是说再给它提供 两个阶级的 两个阶层的缓冲带 国际上普遍认为30 高于30就是阴性 中国是35 但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上海据说 把这个CT值直接调到了40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30 35 40 这个CT值什么意思 CT值指的是循环数预值 它指的是在你进行 这个聚合酶链式反应 这个叫什么 PCR这个实验过程当中 你要进行的一个次数 当然我也不是学生物的 我不是理论专家 但是经过我手里掌握的数据来看的话 病毒非常小 你要想进行这个PCR的实验 这个过程的话 你要重复多少次 等等等等 它有一个数值 那么就是这个CT值 那么据砖头所知 这个CT值 每一个CT值1和2之间 它的实际上的相差 是2的一个次方 2的平方关系 那么这个2变4 4变8 8变16 这每个2的2次方 3次方 4次方 是吧 所以每一次 至少是一个倍数 所以中国这个40的CT值 和国际标准通用的30这个CT值 中间差出2的10次方去 我了个去 对吧 2的 那这玩意差太多了 实际上据说 在上海采用新的标准之后 数值标增 有很多人检测之后 本来人家之前是阴的 因为之前测的是35 测完之后又变阳了 因为新的数值是40 数值越高 就代表着病毒 有可能传染的可能性越低 它是成反比的 也就是说40 包括中国国际上的30 你到30之后 国际上普遍认为 你就不具有这个传染性了 代表着这个PCR实验 要做30次轮回 才有可能拍摄或检测到病毒 那么在生活中感染的可能性 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中国实际上在上海 据说根据小刀消息 是因为为了有一些人 不管是防疫也好 或者这些人也好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量 为了证明自己的功绩 故意把这数值提上去 当然这个没有官方的认证 我们也没有实质的证据 但是有网传是这种说法 当然我更相信这些网传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的公信力 它的缺失 不用我再多说了 所以你看到上海 为什么这么惨 实际上这是一场 就咱们说的政治运动 这是一场 不管是捞工技也好 或者挖坑也好 实际上老百姓的命 都没有被这些人放在眼里 你说你把CT值提升到40 这种笑话你放到国际上 就真的跟母产万金是一样的 有些生物行业的朋友 科技的朋友说 说CT值到40 你能从里边检测出病毒来 都说明你手段非常高了 那病毒都看不见了 这实在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了 所以这个调到40 它最直观的作用 就是极大的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极大的导致了人满为患 极大的丰富了这个封城之后 供应物流的这个利润 极大的耽误了很多 本来应该活下来的上海的居民 他们的家属 他们本来应该继续生活 继续存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等等看 看看这个网上的谣言 带引号的谣言 到底是谣言还是摇领先预言 我们不妨等等看 我们可以等等看 看看是不是过完五一之后 上海就会胜利解封 我们是不是看上海马上 对吧 上海结束之后感染数 人数就会迅速下降 我们不妨等等看 所以说回到这个节目最后 咱们回到咱们的主题 北京市政府能够采用对待人的方式 居家隔离 这事件好事 但还是那句老话 北京中国只有一个北京 对不对 那么全国我想可能还有更多的老百姓 在受着这种非人的这种核酸 高的这种育值的高的这种CT值的这种折磨 所以说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到了中国已经不是庸人自扰的问题了 是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它也要上 中国现在这个跟大跃进是极为的相似 这一点让我心中其实感觉到不寒而栗 对不对 大跃进期间本来没有事 就是为了头上级的喜好 从一个普普通的母产500斤 开始往上加800斤 1000斤 几千斤 最后母产万斤 老子要放卫星 那最后大跃进的结果我们看到了 直观的实际结果是几千万人饿死 更往后又是推升了权力 老毛实权又引发了后门的文革 十年浩劫 如果从大跃进到后门 这个浩劫的持续时间可能要超过20年 中国现在还能经得起当年那个折腾吗 现在这个疫情的常态化 那个小亭子咱们这人路过 对不对 小亭子都变成了永久的 这个大白嘛 现在天热嘛 根据最新消息 河南那边测这个大白怎么办呢 给这个医护人员穿上那种充气 里边通上凉气空调的这种服 每个人跟那个吹肿的那个气球人一样 然后拿这个测核酸 每个人后面有根管 管后面连着后面大巴车 大巴往里测空调 这种玩意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大白你是舒服了 你保护的是港港的 现在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 还是装没看见 还是认为说核酸检测 群聚性的核酸检测没有问题 而现在人们已经证明了 这种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才是目前中国No.1第一的病毒传播途径 还在搞 这病毒经济看来真的是要成为支柱产业吗 那能用几个钱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问题就是实际上来说 人祸大于天灾 这种浩大喜功 这种不受节制的权力 会给所有人 尤其是中国 你的城市越三四线 你离权力的中心越远 那么其实呢 你的风险就越大 好了 那今天话题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有我是错的地方 欢迎大家给我指出来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